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最新的KD17代 先来看一下鞋盒 鞋盒整体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边会有一个KD的logo 正面这里呢会有KD的签名 顶端会有一些外底的纹路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突出的Naked Swoosh 其实KD17啊很早它就曝光了 之前有很多博主啊也已经拿到了它的实物 其实它整体的风格啊 还是和近几代的14 15 16啊比较相近的 只不过呢在他们的这个鞋型基础上啊 加入了一些MX Plus这种复古休闲鞋的一些元素 鞋面的这些TPU的结构 整体配色啊它是有一点点这种做旧泛黄的 鞋头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会有这种热绒压胶 整体的鞋面呢就是这种工程网布的面料 两侧呢除了会有这种软质的TPU啊 它也会做一些这种隆起啊去增加鞋面的这种立体感 鞋舌上呢也会做一些这种海绵的填充去减轻鞋带 给脚背带来的这种压力啊鞋舌顶部呢会有一个这种反光的KD logo 后跟这里呢它就采用了一块这种皮革材料 下端这里啊会有一个Kevin Durant的字样 再往下呢基本上每一双KD鞋上都会有的这个Easy 包括中底这里的蓝色TPU上啊它也布满了这个Easy和 KD还有Nike的Swoosh 还有内侧黑色的泡棉填充这块也是同样的细节 中底呢其实我们把鞋垫掀开啊就可以看到了它的配置 后跟的AirStrable 然后前掌呢是一块 前掌是一块四边形的Zoom 它的这个气垫配置啊和KD16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它相较于KD16啊它少了那块前掌的推进板 中组这里呢会有一块橡胶材质上面也印了KD的logo和这个Zoom的字样 包裹着这个气垫呢就是全掌的Cushion的泡棉 外底就是全掌的水晶底 整体这双鞋上脚之后啊鞋型还是比较好搭的 然后呢它整体的鞋楦相较于前座KD16来说啊它会略宽一些 16代因为侧向有一个TPU支撑片 所以说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啊 就是侧向给你带来的那种贴附和支撑 但是17代呢它的这个包裹啊就会比较整一些 整体的鞋面呢在弯折的时候啊也不会有丝毫卡脚的现象 中底刚才我们说到它的气垫配置和16代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因为少了一块推进板 所以说呢它整体的这个脚感会比16代来的更加的软弹 我估计啊这个也是为了考虑到日常的穿搭 少了这块推进板呢它的脚感会变得更加澎湃 同时呢也不会有这种板脚的现象 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出Nike在未来的战略啊 它把以往的这些专业实战鞋给慢慢的生活化了 比较明显的就是像布克或者是像这个勒布朗21 再加上这双KD17它们很多的设计呢就不是单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 它们可能会更多的去在乎日常穿搭的属性 这个鞋型是不是好搭这个配色是不是好搭 你日常压马路的时候这个脚感够不够澎湃 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在乎科技配置的朋友来说不是太友好 但是呢其实对于Nike来说啊 这个反倒是能促进它的销量 因为之前我有在Nike工作过 一般来说这个实体店包括线上啊 卖的最好的还是一些运动生活的产品 其一是因为在广大消费群体当中啊 真正专业的这种篮球运动员很少 其次呢你让这些业余的篮球爱好者 厂上去戴一双鞋 然后厂下你再穿另外一双鞋 很显然绝大多数的这个消费者 它是没办法做到的 特别是广大的学生群体 所以说呢Nike呢 它现在大部分设计的这些篮球鞋啊 特别是一些中高端的 都会兼顾穿搭和这个实战 好吧因为KT17刚刚发射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不要着急 好吧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